大家好,我是白哥 我們這集不講數據 要來帶大家認識目前聯盟中三位擅長投Sweeper的投手 Sweeper是一種介於滑球和曲球之間的球種 聽起來會跟滑曲球很像對吧? 有些人會將Sweeper稱作是滑曲球的變形 在這邊我們不爭論這個點 我們只討論Sweeper 話說回來,Sweeper主要就是以大幅度的水平位移文明 在由於數據網站也沒有單獨將Sweeper獨立出來 所以我這邊的評斷標準就是我用水平位移高的曲球下去搜尋 然後尋找到垂直位移低,但水平位移高的曲球為標準 並挑出三位今年把Sweeper當作主要武器的投手來介紹 就讓我們開始吧! Urius去年拿下了20勝,吃到其移中的先8投手 Sweeper就是他的拿手武器 他是在2020年才開始新年這個球種 他的曲球的被打擊率也從19年的4成一路降到現在的2成多一點 Sweeper跟他一開始的曲球最大的區別就是增加了更多的水平位移 他原本曲球的水平位移只有7.5吋 變成Sweeper之後今年已經來到了16.2吋 是2倍以上的幅度 在學會Sweeper之後他也放棄使用滑球 全心全意的把Sweeper投好 他Sweeper的位移幅度也比他一開始的滑球來的大 雖然球數部分比滑球少了3mine左右 但對於打者的吸引力更致命了 我們引用推特的畫面 影片當中是Urius先使用他舊的曲球 再來是舊的滑球 最後一個畫面是新的Sweeper 連加在一起的畫面裡白色的部分就是他Sweeper的走向 已經使用Sweeper三年的Urius目前的成績還是很不錯 大家平時也可以看他的比賽觀賞他的球技 再來我們又要講楊姬的球員了 Michael King是楊姬跟馬鱗魚交易來的新秀 同樣學會Sweeper也是這兩年發生的事情 他2020年開始使用Sweeper 根據他本人的說法他是跟Cory Kluber學的Kluber Ball 這個Kluber Ball其實就是Sweeper的概念 同樣的他在學會Sweeper之後 他也逐漸放棄使用滑球還有曲球 將配球改成了深卡、適縫線速球還有Sweeper 深卡球的部分本身就是他的拿手球種 這邊我們之後可以再開集屬於他的分析 這邊我們先聚焦在Sweeper的身上 他的Sweeper水平位移又比Urius多了一些 已經來到了18.4吋 他以往的曲球則是只有5.3吋而已 同樣也是多了三倍以上 球速的部分則是維持在82mph 再來最後我們來介紹的是Sweeper的大宗師 Cory Kluber 其實回到源頭來講 Sweeper這個球種在日本職棒其實蠻流行的 W學友投的滑球有時候也被歸類在這個部分 但Cory Kluber就是靠著這個Sweeper 已經拿下了兩個賽亞獎 不過據他本人的意見來說 他投的這個球他是沒有辦法界定的 他並不想為自己的球種貼上標籤 不過他今年的曲球同樣也是擁有了高水平位移 還有低垂直位移的形態 像是他今年的Sweeper就已經拿到了17.7吋 這也是他球種當中的第二個武器 近年來大聯盟開始追求滑球的水平位移 這也讓著重在水平位移的Sweeper 逐漸被各球團重視 我依然還是認為著重在水平位移的原因 就是因為飛球革命所造成的 每個搭者都想撈球 所以單純的垂直位移球種 已經沒辦法壓制搭者 大家也開始將速球投在高位置 避免搭者用撈的撈出拳腿打 最後我想說的是Sweeper已經成為近年來的險學 大家也可以在比賽當中多留意這些新球種 增加堪球的樂趣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大家還想更深入的了解Sweeper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拜拜